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真的只有一个人 确实有点惨 但其他的一到八期 其实一个人并没有什么不好 我反而很享受 一个人去做这些事情 曾经 有一次跟一位同事 约着下了班一起去看电影 可在买票的时候 我们产生了分歧 他要看某警匪大片 我想看轻松文艺的片子 而刚好这两部电影 都是对方很不想看的类型 最后 我们决定各自去看 身边的同事看了 问我俩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愿意将就一下 热热闹闹一起去看电影不是很快乐吗 一个人看电影 多孤独啊 我们笑着摇了摇头 说 其实一个人看电影挺好的 不用谁来迁就谁 想看什么电影 想看什么场次 自己就能做决定了 人越多 要将就的地方也就越多 反而更不开心 网友冰冰在很多人眼里 也是一个特别奇怪 孤僻的人 在很多人眼里 要成群结队一起做更快乐的事情 她都特别喜欢一个人去做 一个人去逛超市 一个人去看电影 下了班 一个人穿越半个厦门 一个人去吃火锅 她说 她特别爱一个人吃饭 看着锅里咕噜咕噜冒着烟 身边的人在高团轮廓 吹着牛逼 吐槽自己的生活和工作 觉得特别有意思 以前喜欢一个人 现在喜欢一个人 一个人独处的时候 你不用顾虑 也无需伪装 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 也可以 不做任何你不想做的事情 哭也好 笑也罢 欢乐也好 忧伤也罢 私下所有的伪装 做最真实的自己 朱自清先生说过 我爱热闹 也爱冷静 爱群居 也爱独处 一定要做的事 一定要说的话 现在都可以不理 也许 这就是独处的好处 作家李尚龙 有一位程序员朋友 但特别不喜欢自己的工作 媒体爱你过得 很压抑 很不快乐 前些年索性辞了职 一整年没有找工作 李尚龙很担心他的状态 每次一起吃饭的时候 都会问他 你什么时候去找工作呀 你存的那点钱不够你花吧 总是一个人待着 多难受啊 至少应该先找个工作干着呗 朋友每次的回答都是 不着急 人生有多少时间 可以什么事情都不做呀 一个人很好啊 我很快乐 也很充实 李尚龙以为朋友没有工作 一个人闲富在家的日子 会过得很狼狈 不曾想 一年之后 朋友给了他一个大惊喜 朋友用这一年的时间 考了驾照 健身减肥二十斤 读了一百多本书 孩子考了注册会计师 并借此 成功转了行 朋友告诉李尚龙 在这一年寂寞的时光里 他想明白了很多 理清楚了自己未来 想要发展的方向 并且学习了很多自己 以前想要学的 却没有时间和精力 学习的东西 平静地努力着 终于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人虽然生来都是孤独的 去条条来 去条条去 但是 能享受孤独 并在孤独中 获得力量 确实是一种 很了不起的才能 就像刘童在 百年孤独中提到的那样 曾经那些 最孤独 最无望 最失落 最安静的经历 其实都不是你 最潦倒的时光 你憋着这口气 最终能独自上岸 你耐住了孤单 扛过了无望 不再怕失败 你学会了与安静为本 虽然疼都是别人给的 但伤 都是自己好的 你只有学会一个人 穿过寂寞的河流 一个人扛过 孤独冷峻的风景 你才能成为 更好的自己 古往今来 大多数成大使者 都能安顿好 一个人的时光 清代金石家 张廷记 有一副对联 朱惠翁半日静坐 欧阳子方夜读书 翻译过来的意思是 儒学大师朱熹 喜欢画半天时间静坐 欧阳修常常在 万籁寂静的夜晚 去读书 不管是朱熹 还是欧阳修 都特别喜欢 在一个人的时光里 寻找自己 丰盛自己 还有著名演员 导演许静雷 他总是自称自己 是首艺人 不忙工作的时候 他总喜欢一个人 待在家里 做手拱火 布包 链子包 钱包 软桃 项链 手串 一针一线 凝结的 都是他对生活的感悟 安顿一个人的时光中 有这样一句话 一个人生活 可以是平淡 乏味 停滞不浅 也可以是一场 充实 美妙 精彩分成的冒险 希望大家都能享受 这样的时光 闲来无事 给自己和家人 准备一顿精致的餐点 打扫屋子 摆上自己买来的 好看的小物件 戴着耳机 听着喜欢的音乐 在公园里散步 红一本书 安静地待一个下午 如果你远远地 看见一个人 端坐一遇 浅效安然 不喧嚣 不张扬 他不是孤僻 也不是不和情 只是觉得 独处的状态更舒服 真正成熟的人 明白往事如流 人生最好的状态 不是避开车马喧嚣 而是 在心中 休离中局 往后一生 愿你的悲伤 无需遮掩 愿你的快乐 无需假装 愿你留下你的看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